郭學生知第四節 想問陳有什麼事? 你睡覺睡得不舒服?睡得好嗎? 隨著年齡的增長就一定有差異了 你說年輕的 隨便有個位置一睡就睡得很軟 睡得很長 到現在枕頭高一點低一點 窗戶蓋不完蓋了 又好像覺得這個不舒服 那個不舒服的了 是啊 這個睡覺其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題目 因為人一生有多少時間在床上睡覺呢? 應該有人猜過應該大了三分之一 我自問可能不止了 我是喜歡他 不是這麼好習慣 但是很值得跟大家講的就是 睡覺這件事跟我們的生命之間的關係 我不是純粹說睡覺有什麼用的 而是我們有人嘗試透過研究睡眠 去反映一些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的健康資訊 所以這裡又很值得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題目 但是這個研究本身都要倚仗現在最新的科技 就是人工智能 是嗎? 要的 要的 因為我們嘗試問一個問題是什麽呢? 睡覺睡得好不好? 可不可以幫我預計到這個人有多長命? 這個 我就覺得這個題目就很搶我的眼球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人長不長命不是看你時辰八字 看你的掌紋 就是說我由你的睡眠習慣 基本上就知道你的人能夠長命去哪裏 是這樣的樣子 他們是由這樣的問題開始 現在就發覺似乎睡眠質量 對於我們長不長命是有個有意的預報在那裏 當然了 反過來就是我們能不能夠透過改善上面的質量 去扭轉了我們自己的健康狀況呢? 首先就是睡得好和 你說整天都睡不了 命都短幾年 這句話不是假的 其實 我們看到有關聯在這裏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們究竟是怎樣做這個研究呢? 我一會兒都會慢慢去跟大家講一下 是啊 但是我們應該有一些基礎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睡覺的質素不好 是不是應該跟你那個長不長命有些關係呢? 首先這麼說 為什麼我們有資格去問這個問題? 但是有些事情我們會覺得不用問 大家都知道的 寶寶仔睡 和大人睡 睡的長度 睡的質量可以很不同的 台長你記不記得 比如你年輕一點的時候 和現在的睡眠的分別 會不會有些很顯著的分別來觀察到呢? 當然有啦 以前我就睡10個小時 我真的睡10個小時 我再說多次了 而且我每天都睡10個小時 那就很晚了 多少歲之前呢? 都在說50歲以前的 都是 哇哇哇 那你算了 我就先看看 我想回我30歲前 我都可以睡10個小時 但是我現在就睡不了了 我就開始發覺了 而且就是說呢 很壞不壞 有些男人的困惑就是呢 到了你年紀一般上一大 你起床一夜 次數都會多了 那個就不是 關於你的腦事呢? 當然關於其他身體器官的事 但是影響睡眠質量的 還有你的睡眠質量 能不能夠深入睡眠 整個睡眠質量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乎有些人就是很不幸要經歷一些 叫做睡眠疾病 睡覺的習慣 睡不了 就是說我們依然就算在電視台 都認識的 有朋友真的一天可以睡不著 眼光光給他床睡不著 對不對? 其實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睡不著 對人的損害真的可以很大 不只是腦部的損害 只是對心臟 整個內分泌的損害是可以很大的 因為睡眠真的有它的作用 它有它的那種叫做幫你清垃圾那種 在新陳代謝裡面去排那些廢物 很重要的作用 甚至我們以前說過的 睡覺的時候經常在腦裡面發生的一些事 照樣是令到我們頭腦是清醒一些的 我們很容易就想到就是睡得不好 真的對健康不好 是有直接的關係 另外的因素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呼吸好不好? 隨著年紀大可能肥 容易有打鼻汗 睡眠窒息 最容易影響 這件事其實最傷的就是影響到你整個人的供養的能力 其實第一件事傷就是很容易傷心臟 就是睡眠窒息的人和心臟病發的就有很大的關聯 這件事其實我都在說 今次發言這一節的新聞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我覺得它有很重要的一個資訊就是什麼呢? 我們去嘗試去定義一下一個人 他那個睡眠的那個模式 那個pattern 是不是屬於他這個年齡應有的模式 就是說我們知道年輕的人和年老的人 他的睡眠模式是有不同的了 你學一個已經有上一年多大的人 你很難好像一個寶寶一樣睡那麼長的 又或者就是說 可能你都已經算是年紀大 但是你竟然都還可以睡得比較長 睡得比較久 那就是隨著年人越來越大 我們知道有一個趨勢就是會睡得越來越短 還有就是那個睡眠是碎片化 我會用這個字 就是你中間整天醒 醒完之後又睡醒了 就是那種碎片化越來越嚴重 甚至最後嚴重到你醒了就睡不回來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整個人的睡眠能力是隨著年齡有變化的 那他這次這個研究我覺得最有價值的地方 就是他嘗試定義一件事叫睡眠年齡 就是你這種睡眠模式 是不是對應你這個應有的年齡 你會不會是一個30歲的人 但是你已經睡覺睡得像一個40歲的人的睡眠模式呢 就是這樣的 那原來他就發覺這個睡眠年齡 其實就真的是很容易預告到 我們剩下的余生有多少 就是我們近不近死亡 就是說我們的睡眠那個模式越近一個年輕人 其實就代表著我們相對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死 這樣的意思 是的 但是這個可能都有其他的參照 因為我們有講的所謂的 Bio logical clock 還有你真實的年齡 比如說你身體的狀況 未必和你的年齡是對等的 比如說你可能在講的是很年輕的 但是其實你很多事情已經衰老了 或者你其實那個年齡是比較大的 但是可能身體那個機能仍然保持到一定 所以這個我想相對是一個很多不同的參數 譬如骨骼都是這樣的 是的 骨骼的情況 骨靈 骨靈也有 是的 那這次年齡年齡拿了一個什麼的主要參數 來定義你的人的睡眠年齡呢 其實剛才我有提的 就是你的睡眠碎片化的程度 這樣說的簡單一點 就是你半夜 你不一定是摸東西了 你半夜會醒幾多次 就算不摸東西了 你會紮醒幾多次 或者就算你不紮醒 你去到那種比較淺 一些不深度的睡眠 其實現在你就算買那些 拿來戴月日錶睡覺那種 有些是量你有多少的深度睡眠 有多少的叫REM睡眠 他會看到你睡得淺不淺 和深不深 他會有這樣的參照 有時候可能你醒了 他都會讀到的 但是有些你可能 臨醒未醒 也都知道一個淺度睡眠狀態 你都知道的 其實從那裡可以看到 分到一塊塊了 就是你屋的睡眠 睡眠的睡眠化程度是多少 你如果一睡 就一跌跌下去 深度睡眠 一段長時間 接著又上來 又不是上到很高 又下去這樣 可能都是一個比較穩定 來長的 深長的睡眠 但是如果你想想到睡眠 睡眠化 你看到那個圖就是 一開始跌了下去 又喜歡上來 一會上來上得很厲害 於是你在那個圖裡 你可以看它遲了 做很多教育 就是那個叫睡眠 睡眠化的情形 將這些睡眠 睡眠化的參數 其實就是我們當然 要參照很多睡眠的例子 這裡就找到那個 一萬二千個案例 就擺進去那個人工智能 那個學習 來嘗試去定義 那個睡眠 睡眠化的情況 然後我們定義一件事 就叫睡眠年齡 然後就發覺它是那個 對於你的命有多長 是一個很 是一個很強的 而且是有多強的 一個預測的參數 就是說睡眠睡片化 由睡眠睡片化 去定義出來的那個睡眠年齡 是啊 那這個可能 大家可以自己去參照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睡覺那個情況 已經是 去到某一個age group的時候 剩下多少年呢 就可以猜一猜 是啊 我就會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說不可以 你不是說不可以去嘗試對抗 那你如果覺得一路都是睡得不好 那你就嘗試去早些介入 去早些令自己睡好一點 那其實呢 反過來 雖然會故為因果的 你睡得好一點 又對你的健康狀況有改善 其實對於那個 就是很多那些 那些傷痕病的機率是會減低的 所以我就是說 有了這個資料是好的 那可能到時候 過多幾年我們就已經說了 我們去嘗試去 去幫你量一下你的睡眠年齡 或者追蹤一下這個睡眠 碎片化的情況 看有沒有什麼辦法去改善 如果是那個夜尿令到你這樣的話 那你就針對這件事情去控制一下 令到自己睡好一點 那就是不要忽略那種 就是怎麼說 過很長的時間 就是大家很喜歡去認自己 就是自己睡得少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的愚蠢 其實是你問我和鬥酒量呢 這件事就是說 拿你自己那個天生出來的 那套機器來教飛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很恐怖的 那就是我覺得是 盡量去花多些心思 在自己那個睡覺質量那裡 令到自己可以走更長的路 是值得的 而且似乎我們有科學的證據證明到 我們是有理由需要令自己睡好一點 是的 這個是給自己一些正確的 給自己一個藉口睡長一點時間 但是我們去到這裡 比如說去到2020年 我們那個人工智能的技術 去到發展得那麼快 我們現在有沒有那個條件去模擬我們一個人 如果你說模擬一個人 就說模擬一個人的神經系統 尤其是在講他老婆的活動 那其實有人去嘗試 我們知道的 講到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那通常就是深度學習什麼呢? 就是一堆數據 那堆數據裡面 什麼的pattern 反映到什麼現象呢? 那我們去嘗試去找它 剛才我們說的問題就是 這個睡眠的pattern 反映到一個生理上面 什麼的現象呢? 跟這個生命有多長 原來是有關 那就可以透過人工智能 去認pattern是特別厲害的 去幫我們找一些誰是最敏感的參數 人工智能是幫我們去做到的 變成我們很容易就嘗試 我們又沒有能力把它拿來學習 我們這麼複雜的腦電波數據 或者那些腦數據 或者那些MRI數據 我們一直都在說不停在做的 而且透過這個科技 我們很容易辨認到 腦部很多的功能區 越來越多 我們能夠辨認到腦部的功能區 我們去找到他們中間的電波信號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這堆的信號 正在對應人的腦 想做的什麼 譬如說我想轉左和轉右那個腦的信號 我們發覺我們有能力學習到的 但是這件事是因人而異的 我那部機放在陳志豪的頭上 陳志豪轉左和陳志豪轉右和梁錦祥 就是那部機放在你的頭上 你想轉左和轉右出來 它要重新學過 就是我們找不找到一個信號 譬如我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我想轉左 想轉右 接著我已經幫你設定好一個program 教好那部機怎麼去用 接著把它放在你那裡 你就試試想想轉左 看看那部機是不是會轉左 這樣 這個問題裡面背後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找到一種 人和人之間的腦部的一種共同語言 從而幫我們去解釋我們腦部 想做的這什麼 譬如我剛才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 全世界一起想轉左這個term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由個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找到就是有一種叫做 普遍的一種轉左的路訊號 如果我們找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將這些知識累積得越來越多 只會我們是不是有能力 建立了一個叫做 一個叫 universal的腦部模型 有這個訊號 它就會之後接種而來 有這些東西發生 它受到這個刺激它會發怒等等 會不會有一種共同的 腦部發怒的pattern 反映到它在發怒的呢? 其實我們很希望找到這樣的東西 找到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能夠做一個叫做腦部模型 然後就去問一下 就是隨便給一個新的腦部 甚至是說一個植物人的腦 或者一個癱瘓者的腦 我們可不可以都已經知道它 其實是在想著什麼 想要什麼呢? 不需要經過這個語言 表情的溝通 都知道腦部其實是在做什麼動作 這樣其實有這件事情 其實挺重要的 你要發覺就是 我們不是純粹為了建立一個腦的模型 而是我們希望就是在解讀腦電波 就是腦的信號的這種語言 其實是正在對應我們去做什麼的步驟 對應我們去做什麼的活動人 甚至乎是去表達一些什麼的情緒 riders play doo 那其實在這次有錄影 就是由植魯大學 sale 做一個比較介紹性質的一個文章 其實他就說 Prediting the behavior and health of individual 我們的腦部模型 為什麼通常也不works 就是正在嘗試結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發覺 原來就是我們要去學習一個人 他的腦的信號是真的要很調整的 很量身調整的 我去學習到陳志雲本身的腦信號 最後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就是用在陳志雲身上 這種信號模式代表著陳志雲你想把手舉高 但是這種信號最快放在別人是否有同一個意義呢? 就發覺我們找不到一個叫做one size fit all的一個模特兒 這個其實從這裡你可以理解到就是 去研究這些 就算我們有些人工智能心度學習 我們現在出來的結果 我們發覺一件事就是 人類的神經系統那種複雜程度 難以駕馭的程度就是 我們現在暫時都還沒有能力去找到一個很普適的模型 去用在所有人的身上 就是這樣 這個證明人老其實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很多 是的 其實你全部都不等於你理解到那邊 是的 譬如我現在正在來弄了一部機器 可以將陳志雲他的照片 所做的事 就全部都寫下來了 但是如果我換了駕駛者 不再去陳志雲 換了其他人擺下來的時候 又發覺又不合理 就這樣了 好了 那麼我們今天四節就完成了 大家看看我們還有一節就是科學回憶路 好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